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业胡言乱语说出了秘密 调香师反而轻松了 赶不上情人节也只能如此 钻牛角尖没用 蓝忘机回吻了魏无羡 握着他的手 大人 我要给开罗香精店的老板打电话 他什么都有 开罗哪有木兰 这是欧洲的花 有的 蓝忘机坚持要这样 魏无羡赶着去开会 由着他去 只留了今天的抄写作业 同意小妖怪在家打电话找木兰 妖怪 你不去公司也行 但不能偷懒 把笔记全抄完 你的法文就过关了 大人 晚上见 魏无羡坐在软凳上换鞋 小妖怪抱着魏无羡的腰 跟他道别 脑袋在大人肚子上蹭 毛茸茸的头发弄得魏无羡怕痒 好啦 妖怪 我们只是分开一个白天 嗯 只是分开一个白天 独自出门 今天没带蓝忘机在身边 魏无羡隐悦害怕 一个人 他就彻底没了嗅觉 三天后 采购部的同事递交了辞职报告 过去的三天 他跑遍了巴黎零售香精店铺 木兰香精本来少 他们样品需要五百毫升 有存量的全文过 没有圣女木兰 魏无羡收了辞职信 让员工回家等通知 他会把档案开放给其他部门 给个机会 但在魏无羡的团队是带不了了 随着这名员工的离开 沙发决断的首席条香是更让人害怕 惹不起魏无羡 也是因为这样 公司里渐渐有人开始议论他对蓝忘机的格外宽容 还有人传说 魏无羡创造尼罗河花园的一个多月 他只让开罗来的实习生 见实验室这类的谣言 整个创作组在为样品用量的木兰香精发愁 魏无羡也尽力找了 12月底交出满意的样品 才能赶上情人节 确实是来不及了 南法种植园的木兰花期 还有一个多月才能采摘 魏无羡打算下周一亲自去找高层道歉 是他的疏忽导致旅程系列无法趁热打铁 积蓄力量 会影响新年和情人节的香水销售额 很不甘心 魏无羡也十分看好屋顶花园 凭他的经验 冬季上市的木兰香能够延续宁罗河花园的名利双收 也能让他安稳地离开巴黎一段时间 以为没有转机了 直到请假了一周的蓝旺基 居然在周五下午打电话给魏无羡 说他收到了埃及寄来的木兰香精 是圣女木兰 魏无羡将信将疑 不知真假 可他信得过小妖怪的嗅觉 他说是就应该没错 毕竟魏无羡自己闻不到 接到蓝旺基电话时 调香师在准备接受媒体的访问 他让小妖怪带着香精来公司 可蓝旺基说他还是头晕 连着两三天了 魏无羡傍晚回家 蓝旺基总裹着被子睡觉 说头晕 亮过体温 有时发低烧 有时不发烧 今天还是头晕吗 妖怪 中午吃饭了吗 我们还是去医院检查吧 不用 好很多了 大人 你让Lola过来拿香精吧 吃过午餐了 我想再睡一天就没事 好困 好吧 Lola现在出发 十五分钟到家 挂了电话 魏无羡有些担心 传信息给蓝旺基 妖怪 睡吧 等我回家 做牛肉给你吃 蓝旺基谢谢你 魏无羡告诉Lola 去他家找蓝旺基拿木兰香精 Lola没有一点意外 好像早就知道他们住一起 Lola还从公司带了面包 听老板说的 小妖怪病了 足足五百毫升的木兰香精 和上次的青芒果香精一样 装在蜜蜂的棕色玻璃罐子里 Lola转开瓶塞闻了闻 和公司存会一样气味 更新活 小妖怪你太厉害了 即使从开逻辑过来 还好没损坏 真好闻 简直把公司的屋顶花园搬到老板家了 Lola 你快回公司吧 大人在等 巴黎冬天了 小妖怪还是穿白色的短袖 外面还穿一件 燕麦色的粗针毛衣 这是魏无羡的衣服 在家睡了几天没出门 蓝旺基脸色不好看 嘴唇没血色 小妖怪 你看上去精神好插件 要去医院吗 这个给你 多吃一点才能好得快 蓝旺基接过面包袋 她对酸面团子总有食欲 站在走廊里就开始吃 还掰了一块给Lola说 Lola你也吃 你有小宝宝 Lola的肚子现在还看不出 但小妖怪总记得她说过 肚子里有小宝宝 谢谢你 我最近都想吐 不吃了 小妖怪你说 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不知道 我希望是女孩 那我就可以叫她Emma Emma 小妖怪吃着面包 重复了三遍 告诉Lola 她觉得Emma是个很好听的名字 她喜欢Emma Lola开心地抱着香精上了车 临走前对蓝旺基说 等Emma出生 你就能看到她了 比小妖怪还要单纯的小Emma Lola 我想见到Emma 会的 小妖怪一定会见到Emma 蓝旺基找到的木兰香精 跟上次一样 正好够掉培养品的用量 调香师可以有很多次试错的机会 小妖怪说是开罗香精店老板找到的库存 等了一周才送来巴黎 库存只有这么多 魏无羡不需要更多 她只需要时间 能衔接上南法中职员的进度 让研发赶上情人节发售 创作组完全惊叹 反复对比 一口同声说 真的和公司的木兰香精一模一样 魏无羡点点头 她再等分解报告 居然有一天 她也会成为分子化学派的调香师 等到下班 终于收到分解报告 和屋顶蜡中木兰香精的一样 少了一些氧化剂 说明这瓶香精保存得更好 太好了 魏无羡把报告按在书桌上 小妖怪又帮了她一个忙 用这五百毫升至少可以做七八种样品 从中选出最好的 一个月应该够 到时南法的木兰可以采摘 摧取后直接送进工业部 真的能赶上情人节上市 辛苦大家 这个周末好好休息 下周一整理好我们待定的苹果和法兰西梨香精 还有大马是个玫瑰 计划圣诞之前完成样品 太棒了 老板厉害 屋顶花园 紧帮了大半月的创作组如是重负 如果今年连续推出两支旅程香水 这会给所有人的履历天上耀眼的一笔 团队机长庆祝还约了一起晚餐 只是小妖怪今天不在 他确实是个副将 魏无羡收到香精后 给蓝旺机传了几次讯息都没回复 按照他以往的创作风格 今夜一定会留在实验室加班 因为担心蓝旺机 魏无羡打算休息一个周末 回到家 小妖怪还躺在床上 睡熟了 裹着被子 好像很冷 魏无羡打开灯 蓝旺机移动了几次脑袋 睁开眼睛 看见大人回来了 包裹去 使用安味道 帮助 菇 盖 砍 熟 读